我晚上回去跟你说嘛 好不好 乖 我说你怎么不追我了 原来是喜欢上别的小狐狸精了 说话放尊重一点 什么叫别的狐狸精 你在说你自己吗 你 找我什么事赶紧说 哎好的好的 那我明天给你买啊 对女朋友挺好啊 怎么当初追我的时候 就这么没耐心啊 我没耐心 如果我们之间有一百步的话 我已经向你走了九十九步 你却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是我没耐心吗 那你怎么不坚持 你发个消息说你洗澡 一洗就是一夜 碰圈挨个赞一遍 也等不来你一条消息 礼物红包 照单全收 也不见你对我有一句关怀 哎你下午三点起床 晚上六点就跟我说完啊 你无数个出去玩的夜晚 我都联系不到你 你说我是该怪你呢 还是怪这个夜不够长呢 我只是怕自己陷入感情 让自己受伤啊 哦 你现在跟我说你害怕了 哎 我请你吃饭的时候 你害怕了吗 我送你礼物的时候 你害怕了吗 你一个人跟别人在外面 蹦跌的时候你害怕了吗 你给别人发暗密消息的时候 你害怕了吗 我想请问这么久以来 你把我当什么 啊 是当提款机还是签议 还是你后备箱里面的备胎啊 我只是不确定 自己喜不喜欢你啊 当你不确定 自己喜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那就是不喜欢 无以例外 就好比大冷天 你在火炉边烤火 你会感受不到温暖吗 是你给我的细节不够伤人 还是你给我的肤炎不够认真 哎 我就非得在玻璃渣里找汤吃 我就那么自讨没趣吗 怪我吗 我一个包就顶你半年工资 你拿什么给我幸福啊 不不不 你搞错了 不是所有的女孩 都只知道包包的品牌 而不知人心的真假 不过对于你我也理解 因为只有破车 需要更多的备胎 才能上路 你 你以为你段位很高 性感迷人能把所有男人 上路不能抓 其实你连人家又百大 你以为自己是个海王 其实你就让他烂命 不然 没有啊 没有啊 基本上路不能看 不更多的 这不是红柄